我們要講到的是雙曲線的平移 雙曲線它如果原本的中心在零領 它是長這個樣子 那如果平移一個向量hk的話 那我們說平移向量hk 圖形平移向量hk 你的x要改成x-h y要改成y-k 所以你的x的地方改成x-h y的地方改成y-k 其他通通造超 這就是方法式啦 同樣這邊也是一樣 我們原本是 這是左右形 這是上下形 那你一樣 x改成x-h y改成y-k 就是平移hk 那所以長得像這個樣子 等於正1 或者等於負1 就是這個顛倒過來等於1的這種 那它的方程式都是由原來的 這種在遠點的這種方程式 這種式子去做 就是這兩種去做平移hk的道理 好 那 平移一個hk而得到了 那這個 這個標準 新的雙曲線的中心就是在hk 本來它是在0 那平移一個hk之後 所以像這種的情形 只要這裡形成這個樣子的 那這個等於0x等於h 這個等於0y0k 所以假設這個等於0的時候 你就可以得到中心是hk 這樣看看有能力 然後再次的一種 那這個標準